新北市的二手市集将要在这个星期天 也就是17号当天再度开市了 其实才短短的5天的时间 40个摊位就报名而满了 金发局长叶慧卿他表示 7月份首次举办的二手市集 获得了热烈的响应 而这一次的规划常态性的二手买卖平台 不但带动了地方的发展 也更延续旧商品的价值 让有限的资源都能够有无限的流动 为了出去新北市公有零售市场多角化营业 提供民众更多元的消费方式与购物选择 金发局自17号开始 每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 在板桥黄石市场二楼举办二手市集 让大家体验市集寻宝的乐趣 在我们板桥的黄石市场 把新北的二手货的市场把它建构起来 我们今年7月的时候曾在那边示范 看看这样的机会 可以让我们把建立起来这样商机 结果商是7月在那里办的时候 那个效果还不错 那一次成交的金额 同事跟我讲统计结果一百多万 我觉得不错 为了响应这项活动 新北市许多名代也都拿出 自己的二手物品来参加 也出席了13号的记者会 呼吁大家一起来参加 将自己用不到的二手物品拿出来拍卖 今天呢抛砖引玉把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跟大家分享 我想也是要带动这样的一个经济活动 那么谢谢叶局长 他不是只有把这个经济面放在那个高层顶端的 不是在云端上看 而是在云云众生里面找到一线生机 那我想呢就从我们板桥做起 它不仅仅是活化市场 它也活化物品 活化我们社区 我们在地居民的情感 正言法师有说过 知福惜福再造福 我想现在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有的时候可能一时冲动 电视购物乱买 或者是路边看到什么喜欢的东西 买了之后发现根本用没几次 那可能很多人很喜欢 然后很需要也很适合他们 那如果可以用很便宜的价钱 活化这个东西 让它可以延续它的使用生命力 我觉得是物尽其用 局长业会请表示 今年7月首次选在公有零售市场 举办二手市集活动 提出安心买卖 价钱公开 售后保证三大承诺 以及舒适整洁与安全购物环境 成功打造新北市二手市集 民众只需用铜板就能买到想要的东西 杰风枪是五常报道